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球场空间的利用 对场面节奏的掌控 再加上多层次立体的防守和进攻 后续我们再分析其他的教练球队比赛 小伙伴们也能有个参照 如果说瓜地奥拉整个的球员和教练职业生涯 有点像武侠里 出身正统门派 从小就耳濡目染 又有名家大师的指点 自己也争气 终将一门之绝技发扬光大 而成为声名显赫的一代宗师 那克鲁普的经历就更似一个浪荡江湖 却有奇遇的奇才 也不知他是从哪儿得来了一部叫做高位压迫的奇书 亦或是在哪次比武大会上亏到了别人的几招几事 自己潜心研究 刻苦练习 又有创新 也忠诚气候 所以今天我们就通过对利物浦高位压迫的解构和进攻套路的分析 再结合实战中这个赛季 球队面对大刀谢飞联的表现 来对扎书在红军实践的战术体系的各个层次做一个深度的探究 即使在英文的足球世界里 当人们在讨论高位压迫的时候 也经常会用gagging pressing这个德语词 而不仅仅是high pressing 尽管一般认为是朗尼克 也就是现在RB莱比锡的总监 首先将高位防守的打法引入德甲 并成为这一理念在德国的倡导者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 克洛普又将这一股法提升到了新的高度 让老支发了心牙 甚至可以说还带动了一波德国足球整体的技战术革新 而随着克洛普 瓜迪奥拉 波切地诺等一批以高压打法为信仰的足球教练 占据了英超联赛的主舞台 压迫和反压迫又逐渐成为了英格兰 甚至整个欧洲足坛关于战术的一项炙手可热的议题 所以讨论扎书之下六普的防守层次 当然要由前场向后场的方向进行 基本阵型还是惯用的433 当六普进攻时 前场丢球 由攻转手的瞬间 或者当对手从后场开始 向前场发起进攻的时刻 遇上拿球 短传 配合 不怎么稳当可靠的球队 那六普的防守第一线 红剑三峡 就俨然已是噩梦般的存在了 萨拉克 费尔米诺 马内 各个都是不惜体力 有走追求 试图前场拦截的选手 这个时候对方的后卫们最好的选择就是 要么自己迅速向前处理掉 要么回传门将大脚出球了 否则当场被断球 那就只能自球多服了 我们可以称此阶段为六普防守的第一层 如果是对手习惯于由后场向前场推进 依靠着守门员的主动上前 或者后腰的回撤接球 甚至六普有时也会主动放过 还是可以比较容易的通过红军防守的第一层 但是这个时候反而更像是落入了扎书高位压迫防守的圈套 你把球向前推进了10米 20米 却可能陷入了六普三个人 甚至四个人的包围圈 比如六普的两名封建球员 一名中前卫 再加上一名压得很靠前的边后卫 可以同时加入这一防守层次 挤压拿球队员空间的同时 其中一人会主动上抢 通常红军的这一层防守 是扎书防守体系里最重要 也是最有效的 六普一定会尽全力 在这第二层就将球结下 不让对手攻入自己的半场 或者防守三区 最后如果对方还是侥幸脱逃 甚至还抓了红军的反击 那也不要怕 还有范黛克都拟 所以你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六普当年会花创纪录的大价钱买下这根定海神针 当你把你的防线提到高位 把防守重心放到中前场 一旦对手不管是因为能力还是因为运气 打到你真正后防线的时候 通常都是非常危险的 那这个时候中后卫的价值和一对一 甚至一对多的防守能力就体现出来了 说白了 需要中后卫在这防守的最后一层 能够弥补上中前场所有人犯的错 而分析扎书之下 六普进攻层次 至少放眼整个英超 可以说红军的套路是最深的 不信就来看看 从六普官方频道里的影片中 流出的一张去年季前赛时的战术版 尽管这里面没有什么秘密 也没有什么高深的设计 但是在对比克洛普多特蒙德时期的一张 你能看到阵型的变化 从4231 也是扎书个人比较偏爱的叫法4411 到目前的433 也能看到各种跑动路线和压迫方向进一步的丰富 再有 能体现出来的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扎书对场上可能会发生的各种细节的思考和掌握 并在日常对每个位置的球员做针对性的训练 毫不夸张的说 这里面随便几条线的组合可能就够我聊一集节目的 如果说足球场上发生的一切事情都是随机性事件的排列和组合的话 那教练对各个单独事件的部署和安排 比如这张战术版所能反映出来的 当然还要再加上球员个人的天赋和能力 就是为了让各个事件的概率对几方更有利 从而在最后拿到一个好结果 让我们再由后场向前梳理一下利物浦的进攻 通常面对强大的红军 少有球队会强行造次 直接高位压迫利物浦的后防线 其实有 阿利森的持球和出球还是令人放心的 所以一般球可以很轻易的交给至少会压到本方大进区前的中后卫处理 利物浦的两名边后卫会压得很靠上 你甚至可以把他们直接考虑成中场球员 而在这个阶段受到逼抢的话 通常是红军中前卫中的一名回撤 拉开角度接球 或者干脆加入形成后场三人的出球组合 对方在中场区抵抗完墙 或者发现前场有空当的话 利物浦的范代克 亨德森也都有一脚长传球 尤其是范代克 场均有5.3次成功的长传球 时不时还能直接对对手后防线造成威胁 可以直接给红剑三侠之一 还可以交给已经压上的两亿双翅 阿诺德 或者罗伯逊 这里还要打个岔 也算是对之前我说利物浦少长传 多从后长短传向前渗透 结果有人说我是搞笑的辩解 从单一数据上看 利物浦的场均长传球次数是65 高居英超第5 但是我认为考虑这个问题 还要比较一下长传球次数 在总的传球次数中的占比 因为显然在比赛中 利物浦经常是占据主动的一方 本身总的传球次数就远远超过对手 我这里列举一下 英超联赛中长传球次数最多和最少的 各四支球队的长传球次数 占比总传球次数的数据 我觉得还是用少长传说明利物浦的战术比较妥当 当然我们也不能否认在实战中 扎输这种长传球战术安排的直接和高效 而利物浦场均65次长传的另外一个重要来源 就是来自阿诺德的调度 他会经常性的中距离长距离回传范黛克 或者在利物浦形成进攻的强侧和重心时 直接长传找远端的另一个飞翼罗伯逊 或者红剑三侠之一 当皮球打入对手中前场的时候 就是开幕像瓜迪奥拉说的那样 让对手感到恐惧的时刻了 正好也让我们借助瓜帅的20区体系 和他所代表的positional play的理论来分析一下 和目前曼城所采取的两名边峰拉边创造空间 两名中前卫进入前场两个半区的方式相比 利物浦的边峰移动方向正相反 向内切占据两个半区 甚至进入对方禁区 吸引对手中后卫和边后卫以挤压内部的空间 而为两翼双翅的展开创造有利条件 并在局部形成人数优势 两名边后卫可以经常性的从容起脚传中 这就是英超排名第二的场军传中次数的来源 受益于这个套路 阿诺德和罗伯逊也收获了许多助攻 在英超助攻榜分列第二以及并列第四名 而本来就在推进中 经常回撤的宝藏男孩菲尔米诺 和萨拉赫马内形成的错落有致的强点站位 又非常有助于在局部形成位置优势 而红剑三峡的个人能力 以及把握机会的能力就不用再吹了 所以三大要素合而为一 红军的进球数就少不了 在这个基础上还有很多变化 比如刮帅担心的萨拉赫前叉菲尔米诺拉边 比如萨拉赫自己在半区当中的45度传中 比如中前卫的在插上 再比如后排上来以后 亨德森在半区后部向小禁区里的起球 这里也要再重点提一下亨队和费米 他们不像其他几个人 萨拉赫啊 范代克和阿诺德啊 那样容易出彩 但是他们在扎叔治下 红军的体系里发挥的作用 在我看来却是无与伦比的 有时候像他们这样的球员 也许只有在他们缺席的时候 才能真正发掘他们的重要性 再来看一下实战中六普队的表现 观摩过大田说英超 谢菲莲那一集的小伙伴 对大刀队一定已经有所了解了 他们可不是什么软柿子 但是这场比赛 你说红军发挥的有多惊艳 有多出色 攻击的套路有多深吧 并没有 可是场面却是一边倒 没有给怀尔德教练的攻击型中后卫战术 一丝一毫的机会 我觉得这其实是本赛季六普 能在英超当中一记绝尘的重要缩影 这可能是我自己很主观的感受 甚至是一个异想 要说扎叔对红军本赛季的战术 有什么微调的话 也许就体现在很多时候 打法策略的简单化 直接化 以及对效率的追求了 理想主义和实用主义 向来是足球世界里的对立矛盾 又很难去量化 不过简单参考一下的话 我觉得赫洛普本赛季在六普践行的哲学 稍稍向他在多特蒙德队时期的方向倾斜了 但却反而成就了红军在多项数据上面的提升 拿本场比赛开场 红军就打入的第一球来说 让我们来看看全程 2分56秒 和谢飞连给阿森纳的待遇相比 六普在后场的拿球获得了更多的空间 这里阿利森也稍稍压上参与其中 这个画面里我们还能观察到 亨德森在三中场中拖后 也时刻准备 而罗伯逊还没有起飞 在左路局部稍稍受到压迫的时候 罗伯逊立马交球给亨队 让他从容调度到远端右路 阿诺德也在自己的后场拿球 稍微暂停一下 从这个画面我们可以猜想到 六普整体的一个站位 两名中后卫拖后 三中场倒三角 菲尔米诺回撤得很深 另外两名红剑三侠在前线 不过并没有跑出什么好的机会 于是红军只能再回传了 球又来到了范代克的脚下 形势瞬间不一样了 从后来的慢镜头回放 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整体的画面 谢飞连的532站位 对上了六普的235 但是在双方阵型都很松散的情况下 罗伯逊向着空当启动了 范代克心领神会 一脚长传球 谢飞连的2号鲍多克 再转身回追 已然来不及了 慌乱之下还来了个致命滑倒 给了罗伯逊轻松助攻 萨拉赫从容破门的机会 1比0 来看一次六普通过高位压迫 所创造的机会 第10分钟 阿诺德后场向前找萨拉赫被断 谢飞连拿到球 六普迅速在前场形成包围圈 大刀队的诺伍德这个高球 也不好处理 亨德森果断上抢 断球成功 萨拉赫脚后跟做球给菲尔米诺 米尔纳做串联 打到左路 马内在拿球 交给还在后排的费米 又回给身处半区后部的亨队 费米自己立马前插 亨队抬头观察 萨拉赫做事要杀向球门 半高球传入禁区 结果埃及法老 斜插绕前 轻巧推射 颇有威胁 我们再来看一次 红军在对方半场进行压迫的时候 如果玩脱了会怎么样 44分钟 六普有8名球员 在围攻大刀队的防线 两名中前卫 也都压上了 罗贝逊传宗质量一般 谢菲连解围出来 好不容易迈克德里克征到了 44分50秒 弗莱克顺势前插 范代克这个瞬间 还在贪手 表示不满呢 弗莱克又交给穆赛特 急速进行反击 能过去的话 就是指导黄龙 一对一了 只可惜他面对的是定海神针 范代克回身追 都来得直接 高效 这其实就是英超 反击中进球数 最多球队的风采 总结一下吧 今天我们聊一聊 克洛普之下 六普Gagging Pressing 和进攻套路的各个层次 又结合实战中这个赛季 红军面对大刀 谢菲连时的表现 深度探究了扎叔 在红军实践的战术体系 好了小伙伴们 这一期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感谢关注大田收音超 喜欢我的视频 就请帮忙点个赞 也欢迎留言和我 以及广大球友们讨论 我们下一期节目再见吧 Come on you people 拜拜 再结合实战中这个赛季 球队面对谢菲大刀莲